好 这边来看一下极技对阵极亚的DRG下半场 马哥割剧 怎么说呢 这个阵容 这张地图确实割剧可能迎面要比其他地图 其他阵容要来的低一点 但是输我觉得是马哥输不了的 这个阵容马哥保平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再加上他就抓个圆钉 闷掉一个薄命 同时圆钉没有大心脏 怎么地呢 这个局还是一个平局起步 只是可能这把的这个失常不一定能踹得到东西 古董商这边的一个机子已经修到一半了 并且队友这边不知道囚徒有没有在连线还是怎么样 就机子好像还蛮快的 再加上圆钉现在是满血 对吧 你打一刀 这边的话往古董商方向走 往古董商方向走就不好说了 这边想宝 那想宝我就踹你一脚 对吧 我踹一脚 哎 你没想到把这古董商啊 呃 这波宝人机子被踹呢 我觉得还是马哥会占一点点小便宜啊 如果说不去管这个园钉的话 直接把这机子修完要更好一点 这里的话园钉是菲罗编的交出来 密码机总量加起来的话两台 呃 也还行吧 你就说这个局穷者虽然说真摄是真不了 但是宝瓶还能保 因为他机子也不算是特别特别的少嘛 这边机子已经修起来了 这边傭兵过来救 如果说马哥这把能打个双倒的话 这局有了 这局有了 打不了双倒 其实还是要看三人开门战 当然这个三人开门战 马哥是迎面大于宝平面的 迎面大于宝平面的 这里第一刀 打中 好 古董商来救人 傭兵没过来 那再看古董商这边怎么保了 园钉手里有个飞轮 诶 古董商倒地了 这波古董商倒地 园钉先顶盾 顶盾 哇 这波盾顶上了 然后呢 有个飞轮想上车 飞轮上车 马哥跟 拖一轮时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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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园钉玩得有点妙 这波车玩得有点好 这波玩好了以后 古董商起来了 诶 又能打吗 诶 没有 没有 古董商这边说实话 其实还能打 对吧 我这边 可以再给你一轮压力 因为他再给一轮压力以后 外面是囚徒能连线修命马鸡的 你真别说 真命马鸡是 如果说古董商再打一轮 再加上佣兵这边套上薄命 真有四人开门战的可能性 真有四人开门战的可能性 这边的话 佣兵把人救下来 你看这边说 这波园钉的一个个人操作拖的时间 是让求生者这边 打到了一个就非常舒服 就不能四人开门战 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三人开门战 这边能进版吗 进版了 佣兵还要继续过来扛 还要扛 因为剩下外面两个人 两台机子 机子是真的够 佣兵这边继续掩护 园钉的话 这边再有一个盾吗 再点一个盾 再进交互点 进不了 进不了的话 人挂上 这边大心脏 佣兵先挂 想先挂佣兵 马哥这波挂佣兵有点聪明的 因为为什么 他挂了佣兵 圆钉是没有大心脏的 这边是选择直接亮 不过这局 球者没有过来准备救这个佣兵 可能是考虑到古董商没有自起 然后呢 那个囚徒没有大音造 选择来保平 这边的话切船 船送落地 古董商有棍 接我一棍 卡 卡 交电 飞轮 走 哎 等会 哎 哎 哎 什么 一比一 一 一